这是哪个老六 趁三角龙妈妈睡觉的时候 把恐龙蛋给偷走了 我出来一看 竟然不是三角龙宝宝 而是双脊龙 快跑 他可确会咬人呢 谁呀这么确定 把人家的恐龙宝宝都给偷回家了 你说这可让恐龙妈妈怎么办啊 所以呀还得学学我 要拿就一起拿嘛 这不整整齐齐的一大家 都给我搞回来了 两个大恐龙 还有五个恐龙宝宝 这两个手套倒是挺好玩的 真的可以咬人了 头顶上还有一个开关 眼镜都发光了 真的火了 我看谁不给我点小星星 直接来一口 当然了 重点还得是我们的恐龙蛋 看介绍就知道 不仅有各种恐龙 还有抓捕恐龙的偷列车 活动的就是侏罗纪世界3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 飞机螺旋桨 看来这一次我们要当坏人 抓捕恐龙了 你别说这设备还挺先进的 按下开关直接就可以发射 下面还有一个抓捕恐龙的爪子 再厉害的恐龙遇到直升机 那也只能跑啊 这么看倒掉恐龙的人并不在手术 这个是恐龙没做了 但是它那个体型好像比较小啊 一看就是狂暴型的死肉恐龙 嘴巴堵起来了 拼起来我们倒要看看 它到底是谁 揭开它的真面目 原来是霸王龙 果然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大嘴巴一颗一颗的 我仔细描了一下 这里的还有个隐藏款 是红色的霸王龙 看来我们必须给它找个伴儿了 咦 又来一个直升机 这不会是怕一架直升机 捕捉不到霸王龙 所以来资源了吧 还剩下两个 我们进一拆 哦 这只恐龙的尾巴还挺细长的 原来是大名敌敌的双脊龙脖子两侧有两个机罐 别看它个子小 但是齿其肉呆 连屁一点都不含糊 所以我们必须给它套个笼子 要不然真的是一口一个鹿之眼 该不会就是隐藏款红色霸王龙吧 哎 有点失望 原来是我们的草井巨龙 虽然它是石草的 但是这一脚下去也挺恐怖的 所以特地在它的脚上保了一个枷锁 不过说实话 这也太残忍 太致死了吧 不能因为人家凶们 我们就给它套上枷锁 剥夺人家的自由 你不说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给它接料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